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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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盏灯点上了 时间长了 也会熄掉 师父每个星期三给你们上课 等于帮你们把灯芯拉出来一点 因为如果我一个月不给你们点 对不起 你们的灯就灭掉了 上次师父带你们去欧洲弘法 两三个星期没给徒弟开示 你们虽然在师父边上 但是 我看你们有几个人脑子都傻傻的 脑子都没有了 很多佛法知识也不会运用 就知道转机 转旅馆 所以学佛的事 师父要不停地给你们点啊 尤其是在末法时期 因为你接触的东西太肮脏了 很容易让你医师佛法 所以心中的长明灯不息 这个长明灯 要照亮你的彼岸之路 什么叫彼岸 就是回头是岸 人可怜啊 可悲啊 人天天多可悲啊 丢脸啊 人性都没了 为了钱 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还要我讲吗 为什么中国要提倡学儒家思想 口梦之道 就是把大家的本性再拉点回来 不要一天到晚为钱 为名 为利 为什么学雷锋啊 这种好人没了 才要学 如果全是雷锋 还要学吗 如果全世界都是礼仪之邦 全是讲道理的人 还要去学儒家教育吗 现在乱啊 什么假的都有 你们告诉我 什么假的没有 什么假的造不出来 假话 假脸 假钱 假爸爸 假妈妈 什么不是假的 假心假意 几个人有真心啊 你们告诉我 你们不好好听 不好好改 我告诉你们 倒霉着呢 人生就像过路客一样 不要执着名利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今天你有钱 明天可能你人都走了 昨天你有名 今天就没名了啊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强人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 要利有利 最后呢 被乱枪打死 你强啊 已经跟你们讲了 这个世界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大藏经 这都是在你们身边发生的 有名 有钱 最后又能是什么结果呢 如果乔布斯不是这么拼命地赚钱的话 说不定 他能活到七八十岁呢 结婚之后 他只给爸爸打了两个电话 整天忙在赚钱上面 他心里还有谁啊 他如果多活几天的话 从好的方面讲 他对人类不是多一点贡献吗 从另一方面讲 是执着 不要执着啊 你们徒弟跑出去 千万不要执着 青年团朋友都说 徒弟出来就是不一样 气质 语言 行为都学佛 这就是好的地方 我经常很自豪地说 我的徒弟跑出来 你看看 谁会顶嘴 人间本来就是假的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只有一个道理 好好学 讲对讲错 都是师父要教育你们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师父讲我讲错了 我还是原来的我 给我增上缘 师父讲得对了 也是原来的我 我也不骄傲 我有则借之 无则免之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别人讲不讲 对你们没有关系的 那就是修为高了 有位置了 哎呀 师父讲我了 讲错了 过来评理啊 所以天天要不为名利争斗 天天要不造贪嗔吃恶业 恶因 你今天不开心 就是在遭恶因 你的脸给人家看了 人家就觉得不舒服 你自己弃出病了 如果真要弃出病来了 让对方觉悟了 那你也值得 很多人说 我以死来让他觉悟 你死了 他也不会觉悟的 这种人 就是不觉悟之人啊 师父给你们讲 千万不要去追求物欲 哎呀 我特别喜欢买一样东西 我一定要买 实际上 这件事情是小事情 但是 证明了你这个人贪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考验 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我喜欢的不得了 我就咬咬牙 我就不买 那你这个人 经得起考验 你在这方面 能够克制住自己 你在其他方面 也一定能够有毅力 如果你在买东西这件事情上 都控制不住自己 我告诉你 你在其他方面 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师父给你们讲 要明白 要觉悟 要知命无所求 什么叫知命无所求 知道自己活着的生命的价值 无所求 我就这么几年 我无所谓 我就算把家当全部撑好了 有十幢房子 也是这么一点命 要知命无所求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的命很短 你就不会去求很多事情了 你刚刚生出来 你知命 你可以多活一点 可是 现在你们几岁了 苦到现在 五六十岁的人了 剩一半都不到了 你们能活一百岁吗 活一百岁的话 也已活掉一半了 你们活不到的 七八十岁最多了 还有一二十年啊 想想看 你们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怎么过来的 现在想想过去那些事情 像做梦一样 还不抓紧这二十年好好修啊 还要不开心 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钱的就没有钱 没有明的就没有明 没有利的就没有利 无所谓的嘛 争什么 吵什么 闹什么 没脑子的人才这么争名夺利 还以为自己前途无量 大灾难来的时候 五十 七十 二十 三十 一样走掉 汶川地震 几万人走的时候 还会分年龄吗 人家不是人啊 要记住 放下 马上就放下沉重的包裹 现在就得放下 举个例子 维娜马上要下班了 一大堆衣服进来了 她会在脑子里想 我马上去听课了 这里还堆着一大堆衣服 我多赚点钱吧 如果她不放下 她累不累啊 待会儿还要拼命地赶 接就接 不接就算了 洗就洗 不洗就算了 放下 就在一瞬间 想通了 不接活 上课去了 轻松了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 要出门之前放不下 这里洗洗 那里弄弄 时间就这么耽误掉了 真来不及了 包一拎 电灯一关 不也就走了吗 你要是叫她真的放下 她放得下吗 哎呀 床还没叠好呢 卫生间的水还没有到呢 她放不下啊 如果你告诉她 你孩子出事了 你看 她把东西一扔 马上就走 灯都不关的 要看事情严重不严重 所以马上放下 师父叫你们马上放下 不能再犹豫了 没有多少时间了 要追求永恒的宇宙真理 师父今天是给你们讲的深了一点 追求宇宙的永恒真理是什么 宇宙的永恒真理那就是 成 住 坏 空 也就是说 人到这个世界上来 它是留不长的 它很快就要走的 这就是真理 留不长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去做 所有身边发生的事情 让你们总结一点 人是活不长的 不要为那些活不长的事情 再去涂脂抹粉了 脸上的皱纹都起来了 还拼命拿橡皮膏去贴 还拼命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 这就是你自然而行 这个美容霜擦了 保证去皱纹 你去得掉吗 老实一点 赶快放下包裹 放下万元 想想开吧 修行人 无我 无生 我们修行的人 要永远没有自己 就不会生气了 无生是什么 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死 没有什么生活不生活 我们就这样 活着为大家 死了 你才能上天 活着为自己 死了你就下去 活着多为人家想一想的人 死了都能上天 活着整天自私自利的人 死了都下去 所以要无我 无生 已经是菩萨的境界了 就是没有自我了 没有生了 实际上 还没有到上面 还没有到顶端啊 真正的顶端是什么 那就是境界高啊 什么叫境界 要大彻大悟 完全明白 这才是高境界 这个世界有什么啊 你看看 我最爱的爸爸妈妈走了 我最爱的孩子离开我了 我最喜欢的漂亮的脸蛋老了 现在没了 离开我了 什么都留不住的 要大彻大悟 想想开了 还要明要立的 要明白 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要不着相 什么叫不着相呢 做什么事情 不畏自己 不要去留名 不要去想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为什么没人对我好啊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为什么没人对我行善啊 我念经念了这么多 为什么菩萨 还不把我带上去啊 真的来带你 你又吓得不得了了 忙对菩萨说 菩萨保佑我啊 我现在还不想走 修心啊 找这条路不容易 现在大家都在摸索 都不知道哪条路可以上去 过去这么多年的修心修行 到了最后能不能上去 谁来验证啊 所以有一定的神通 是有必要的 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举个例子 你看不见细菌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显微镜 你把这里的细菌清洁干净了 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看 这里还有没有细菌 一看没有了 你放心了吧 你没有这个显微镜 你说我已经做过很多清洁工作了 但是你看不见 可能细菌还是很多啊 你吃下去不照样对身体不好吗 有显微镜好 还是没显微镜好 再说 师父这显微镜 又不是我买来的 要来的 它是自然来的 怎么不好啊 我如果不要 能够红发到今天 是菩萨 就一定有神通 但有神通 不一定是菩萨 是菩萨 在你生意快乐 理解 你都不一定是菩萨 你都不不想 也不想 是菩萨 是菩萨 在有助记 有细菩萨 是菩萨 这种菩萨 对 就可以 不是 我不想 是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